环法帆船赛经过了一个月的比赛之后 大赛总冠军最终是由法国南部船队获得 这也是比赛34年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加入并且获得佣胜 环法帆船赛最后一场王者之争的赛事 虽然因为天气恶劣而被迫取消 但决定性的最后一场赛事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威兰海岸举行 比赛当天海面上的风速达到30节 对选手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经过一段激烈的竞争 最终由法国南部的朗格多克鲁西荣船队 首先穿过终点 以119点积分获得冠军 首次登上领奖台的中国船员郭川表示 这次所得到的经验比奖项更有意义 本来今天应该有比赛 把选择留了最后一分钟 但是天气老天爷给我们最后帮了个忙 我们很高兴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到冠军非常高兴 凤凤卫视江新林平 法国综合报道